微软在今天刚刚更新了Windows 11的最新版本 今天的更新主要更新了两大功能 根据微软官方说明 Windows 11版本22635.3936引入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菜单设计 不再显示一组可以用来打开文件的应用程序 比如这是个文本文件 可以通过记事本来打开 但是这个文件并没有关任何软件 当双击该文件时 在原来的Windows 11中 会显示常用软件列表 而更新之后的Windows 11 取而代之的是 现在需要点击More Apps才能看到软件列表 点击Choose an App on your PC 可以选择本地的软件 点击Browse Apps in the Microsoft Store 可以自动打开Microsoft Store 并列出所有适用于打开该类型文件的软件 比如这是个Word文件 这台电脑并没有安装Microsoft Office 默认可以通过写字板打开该文件 通过在该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打开方式 并点击搜索Microsoft Store 即可打开Microsoft Store 并列出所有适用于打开该类型文件的软件 新版Windows 11的另一个更新 隐藏了计划在设置中推出的变化预览 在这个版本中 隐私与安全下的Windows权限 部分将用新的推荐与优惠替换常规 在新页面中 现在会发现之前在诊断与反馈上的定制体验设置 以更名为个性化优惠 允许应用使用我的广告ID 向我展示个性化广告更名为广告ID 在设置应用中为我显示建议的内容选项 现在是设置中的推荐与优惠选项 允许Windows跟踪应用启动 以改进开始和搜索结果选项 现在是改进开始菜单和搜索结果选项 允许网站通过访问我的语言列表 来显示本地相关内容选项 现在变为允许网站访问我的语言列表选项 虽然新的推荐与优惠页面没有引入新设置 但它确实更容易理解 这些设置是用于控制操作系统内一些广告的 这些设置选项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教程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点击 aparece 请不吝点击 注意 4 击 3 4 现在更新已经完成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刷新完成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Liverto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 Liverto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明镜需要您变得体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